如右图在光滑平面上有甲乙两个物体甲质量6公斤乙质量4公斤在甲左侧施以80牛顿的推力关于甲乙之间的作用力下列叙述何者正确我们看到这个图80牛顿如果我们把甲乙两个摆在一块80牛顿推甲乙两个物体那么根据F等于MA那么我们有80牛顿那么我们有个6公斤有个4公斤 乘以我们的A所以呢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加速度是8公尺秒平方所以甲乙都做8公尺秒平方的速度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受力物体看到的是所谓的甲 受一个力量是80牛顿另外一个力量是乙推甲的那么我们知道80牛顿比较大因为东西是向右做加速度运动再根据F等于MA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80牛顿减掉一个乙推甲的力量等于甲的质量叫做6而他的加速度是8所以80减X等于48所以X就会等于32牛顿 也就是乙推甲的力量就是32牛顿那么乙推甲32牛顿根据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就知道甲推也是32牛顿 但是我们现在就故意重新再做一次现在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乙他受到一个甲推乙的力量那根据F等于MA我们的甲推乙的力量不知道乙的质量是4公斤那么加速度前面说是8所以是32牛顿没有错两个答案都是32牛顿甲推乙32牛顿乙推甲也是32牛顿 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关于甲乙之间的作用力下列叙述何者正确我们答案选的是乙推甲的力量是32牛顿